8號晚間英系立委 齊聚台北萬豪酒店大門口 出席一年一度的小英之友會 去年參選台北市長落敗的 陳時中也現身 接棒隔魁陳建仁 擔任小英之友會 榮譽總會長一職 外界好奇 接下來2024大選 會不會力挺副總統賴清德 參選總統 只要提名小組確定 是這個賴清德 或確定是誰 但我們大概現在 目前來講應該是賴清德 那總統一聲令下 我們全力以赴 沒有所謂的心結 沒有所謂的東西 2024民進黨態勢賴清德定於一尊 為了加速派系團結 傳出賴清德原定在9號晚間 宴請英系立委 地點就選在副總統官邸 不過 沒有 目前沒有掌握這樣的訊息 我真的沒有聽到 口徑一致都說不知道賴清德 找吃飯 看來英系與賴主席似乎還是有段距離 但立委提名就不能等 中職會通過現任議員 不能參選立委選舉的提案 雖然沒有強制性 但被視為民進黨版的大局條款 見指新北市長侯友宜意意為濃厚 如果未來侯友宜參選總統 就可以主打落跑爭議 因為本來可以用徵兆的 可是因為已經衝破這個42.5嘛 變43 所以我們必須要初選 當年也有人認為 連任多屆的議員實力不容小覷 民進黨還是要公平競爭 在男同立委補選直敗的民進黨 面對2024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 黃映新聞另外與張宇川楊文上 翁錢黃IG小組臺報導